中午十二点半 在朝阳区广顺北大街南向北的方向 一辆面包车停在俯路边上 车身右侧分布着多道长长的寡横 与他发生事故的 就是这辆送快递的电动三轮车 车身左侧边缘上也出现了损伤 说起事故瞬间 双方的情绪都有些激动 对此民警表示 他们二人争论的焦点 并不是认定责任的关键 实际上面包车所行驶的车道 已经点明了事故责任 这条车道是行车道 你属于介绍的行人 你跟这电动三轮轮发生了一条 我知了走过人 我知道你介绍的行驶 我这是飞机用车道 这不是虎吗 是虎 这是不是自行车道 有没有这标识 你可以走 但是你别出交通室 我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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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你 没有意义 这有这标识 在面包车行驶的俯路上 有一个大大的自行车标志 这也就表明 路权属于电动三轮车一方 因此街道行驶的面包车 要承担事故权责 记者松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